刚刚同学很认真 就是把我们昨天发生的问题 就是Google的结果 搜寻结果奇怪怎么都没有反应 主要有原因就是 我一直讲到 就是说Google 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它一定是 磨高一尺 倒高一丈 它也知道说 你要爬它的东西 它就不让你爬 那要怎么不让你爬呢 它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它可以分辨说 到底你是用程式爬 还是你是用浏览器爬 如果你是用浏览器 你会发现浏览器OK 可以弄 但是如果你不是浏览器 那我就不给你爬 所以特别之后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概念 那怎么做区分呢 其实很简单 如果将来你们在弄这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我Google Google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会有 就是你输入比如说吴老师 或VPA 或Python等等关键字 然后弄了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这个东西 放在那个浏览 放在程式里面 浏览器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知道你是用 Chrome浏览器 那怎么知道呢 有个方法 其实在哪里呢 在程式里面 那这个程式里面的话 它其实基本上躲在哪里 一样你可以从那个什么呢 我们检查吧 检查的时候不是会出现 按右键检查 检查的话呢 基本上呢 大概我可以放在右边 或放在下面都可以 那比如说这边 特别注意 我把它放在下面好了 因为它有些功能 会躲在这里 它一般习惯 会用一个什么呢 预设是这个什么 这个elements 就是这些节点 对吧 还有console 还有source 还有network 特别说 这个network很重要 以后呢 如果你要进阶爬虫的话 很多功能都必须要透过它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run之后的话 它的所有的 这个网路上面的 所有的流量状态 先切到network 然后refresh一下 你会发现的下方 只要你重新整理的话 它下方也会跟着跑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就是它 我们第一次丢的 因为其实就丢给server 他会 请求就是 你帮我找一下 找什么呢 找吴老师这个关键字 的结果 那他有个request嘛 他就有个response 就是其实server啦 就是互动的吧 我跟你讲我要什么 你就给我什么东西 但是呢 他会做一个check check什么 就是这个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丢给他什么 他会显示在下方 所以你会发现 你点这个有没有 他里面基本上 我丢给他一个url url就网址 然后呢 我的这个master 这方法用get get就是从那个url 就网址那边传参数 叫get 如果不是上面没有任何 那个参数的话 就叫poser 就两种 一个叫get 一个叫poser poser有点像封装起来 放在这个里面 它让你没办法 除非你用其他方法 可以解析 然后等等的一个call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最下面 这个request最下面 有一个叫request header 这个header是什么呢 底下有个讯息 叫user的什么 agent 有没有 那这个agent 冒号后面 就是跟 那个什么 server端跟他讲 他用的浏览器 是底下这个 有没有 下面这个讯息 有没有 画面切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是什么呢 这个版本 这个其实是最早 那个是有一个叫 netscape的一个浏览器 它后来 被那个IE软件给弄倒了 微软把他用 所以后来有个 反托拉斯法案 就是因为 微软就是 反正我的内线IE了 那后来user就觉得 我已经有浏览器 我干嘛要装netscape 所以netscape后来就倒掉了 ok 那他后来就 又变了好多个版本 反正就是这个 其实后面有一个什么 这个有Chrome 主要是这个版本 Chrome这个版本 然后呢 我们其实主要是什么 只要 所以他可以用这个讯息 知道说呢 我们是用浏览器 去连上他的server了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没有用什么 我假设我不是用 浏览器连的话 他就没有这个header 也没有这个讯息 所以没有这个讯息 他就知道 那你不是用浏览器 那我就不给你东西 ok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只要在 我们的程式会 以后你遇到这种状况 有没有 奇怪我给你那个request 奇怪怎么你都不理我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用浏览器 所以我不会给你资料 而且很多网站都用这种方式 而且还不止这些 还有其他的 他不只是 那个用辨识 倒高一尺 磨高一丈 磨高一尺 你又知道 对不对 没关系 我再去检查你其他的东西 你是不是真的浏览器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破解 第一个很简单 就是我就伪装成浏览器 就好了嘛 对 那如果他能够拼过他 那就ok 不过他慢慢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又会 用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变成你用浏览器 ok 所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一段复制之后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程式的那个什么 request get的上面 我们增加一个变数 叫headers 这个headers等于什么呢 你就加一个大瓜符之后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也就是呢 在那个 前后记得加双一号 因为user agent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key 他就用这个来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你是不是一个浏览器 你就把那浏览器的名称贴到后面 那两个都是字串 一个大瓜符 然后里面就两个字串 中间加个冒号 那这个就是一个字典嘛 有没有 简单的一个字典 然后里面key value 然后最后的话关键的地方呢 请你在什么 这个request get后面 再把header这个讯息 加在哪里呢 加在豆点 就是说呢 加在我们的那个url 就是我们网址的后面 然后呢就把这个讯息 然后呢就把这个讯息逗点 然后加一个跟他讲说 哦我的header等于上面的这个东西 那他会是一个字典 然后就把它丢过去 那我们就试一下 把它直行一下 我发现呢这个时候呢 上次上课不能run的东西 基本上我把它打个VBA好了 本来是完全没反应对 现在呢 有东西出来了 只是说他好像又改版了 本来有HREF的网址 他又换了位置 所以哦 真的很麻烦 那爬虫有时候怎么样 因为你是去爬人家的东西 那其实这个动作到底合不合法 其实最近欧盟也在讨论 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后呢 不经过人家server的允许 大量爬取人家的资料 可能有违法的疑虑 对为什么 因为我东西虽然放在上面当server 但不代表说你可以对我预取预求 或者是你过量的抓取 对不对 所以哦 那不过我是觉得 这有讨论的空间 因为你既然是公开的嘛 那你表示你就是要给人家抓嘛 不然你就不要公开嘛 不然你就设限 所以你就说 请勿用程式抓取 可是你又怎么防范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什么讲 你要用那个法律去规范它 恐怕也不太容易 之前Google也被罚嘛 那欧盟也说 因为你没有得到那个user的同意 你就把他的隐私的资料做收集 并且呢 甚至是卖给别人 或者是给别人使用 欧盟好像罚Google蛮多钱的 对没有 后来好像Google因为这样也修正 就说反正你要用什么 你一定要得到user端的同意 所以你们应该有收到那个 Google的认证也会同意啦 还有另外我觉得最扯的是LINE嘛 LINE直接发布讯息开机的时候跟你讲说 我即将使用你的任何资料 有没有 你要不要同意 因为你如果不同意你就不能用LINE了 所以应该你们都有同意的 对都要同意嘛 对不对 那不同意也不能用啊 所以因为它主要是欧盟有这种法规啦 因为你要先让使用者同意 他才可以针对你上面的资料 做一些资料的应用 但应用可能有一些范围啦 规范啦 不过前提还是要征得那个使用者的同意 所以这部分主要会有问题的 我再重点回顾一下 一你们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OK 就是这个工具啊 按右键检查 检查之后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我们把它切到那个network 之后都按refresh 所以有的时候进阶爬虫 假如很多东西爬不出来 用network让它refresh的时候 很多的那个什么呢 不能爬的一些激震下方都会出来 因为下方其实就是我跟那个什么呢 server端所有互动的证据都在这里 有没有 有点像反正你后面背后做什么 前面看不到的后面都看得到 OK 所以这还蛮好用的 我们主要是抓第一个 它里面的那什么呢 header 所以最下面这边有个header 加一个user的那个agent OK 然后那就利用这个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 城市里面的header 第四行这边 OK 所以这边的话也许 我就待会也许把它再贴到我的那个 范例里面 给各位参考 至于说后面怎么再去抓到什么 抓到HREF 恐怕又要花时间了 OK 其实可以吗 还是因为我可能抓的位置 OK我再改一下 位置可能改 所以其实就是header加一下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它其实也没有说改 没有把那个就是 这个算简单的 所以Google 可能目前它还是只有这一个 那我们又把它破解了 所以下一次它可能又要加什么 那下一次 所以永远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OK 嗯 嗯